- 大家好我是Hill 今天跟大家分享怎麼樣DIY自己的機上盒 那這個牌子非常多玩家喜歡 因為它的CP值性價比非常的高 那這台CPU是3229 可能不是一個非常高性能的CPU 但是對看影片啊 解碼這些影片的部分來講 它是綽綽有餘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RAIN跟它的RAIN是可以客製化的 像我這台是2G的RAIN跟16G的RAIN 其實那台看影片是非常的夠 而且它的成本只要台幣700塊 你就可以入手了 所以相對來說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當然為什麼它會跟品牌機上盒差那麼多呢 因為這700塊的部分你還是只能買到硬體啦 軟體的部分你還是得需要靠其他的技術去引導進去 那這邊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透過什麼樣的資源 結合這一台機上盒拼成一台 跟市售的機上盒差不多類型的產品 那這樣子其實如果你願意花時間去做這樣的操作的話 其實會比較省錢啦 那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的方向 OK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吧 好你把它拆出來給大家看一下配件 就是電源線遙控器HDMI跟主機本體 那可以看一下主機上面的話是有硬4K LOGO 所以它是有支援4K解析的 基本上是沒問題 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便宜到感覺拿起來只有外殼 裡面沒有東西的感覺 因為非常的輕啊 但是往後看你會發現它其實裡面是有主機版的啦 那再來可以看到它的側面的配置 它有一個記憶卡槽 然後它USB非常特別 它有做四個 這邊有三個 那後面的話還有一個 所以它如果拿來玩遊戲啊 要接手把搖桿或者是滑鼠鍵盤 都是非常方便的 不需要再額外接一個分接器 那後面的配置呢 其實跟主流器上的差不多 一樣有電源孔 網路孔 HDMI跟 AV孔跟IF孔 所以它的配置是非常簡單的 大致上都差不多 OK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它的開機效果吧 GO 好我現在已經把它打開了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基本的介面 跟它的APP 那我就先依序跟大家說一下APP的一個操作 首先第一個呢 它是Google Play 這個應該大家不陌稱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機上盒 所以呢 你等到登錄帳號呢 你都可以下載任何的應用 直接去做安裝 它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OK再來第二個是Cody的部分 那Cody它就是比較 你可以上網抓一些訊號源啊 直播源啊 可以導進去 它可以變成一個娛樂的APP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多做說明 大家可以上網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很多人進到Cody 可能會退出 因為它發現是英文的 那這邊我也操作一下 先到這個齒輪的地方 教大家怎麼改中文 選擇這個Interface 介面的地方 然後先在這個面板的地方呢 把字體 這個字體的部分呢 先改成第二個字體 它才有支援中文 那改好字體之後呢 我們等它跑一下 再回到第二個選項 在地區語言的地方呢 再把它改到中文 中文的是這一個 Tines後面這個 繁體的部分 我們把它點下去 好 跑一下它就變成中文了 有沒有 那它變成中文以後 你在上網去查一下怎麼導訊號源啊 直播源 就可以在這邊看一些 比較特殊的影音的部分 OK再來第三個呢 Video部分 它就是一個快捷的操作 你有習慣使用來看影片的APP 可以直接把它添加 進去當作一個捷徑 之後點開 就會自動打開那個APP 好 再來是Setting 就是它的一個設定的選單 它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安卓9的版本 這個大家可以上網去 稍微了解一下它的一個 硬體的一個相關數據 再來APP的部分呢 裡面會有安裝它的內建的APP 跟你所安裝的APP 都會在這邊直接出選 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看你要安裝什麼 再來是瀏覽器的部分 那它瀏覽器操作 其實我覺得算是還蠻順暢的 點開這個APP 這個瀏覽器是非常快的 然後在遙控器上面 有一個滑鼠鍵 滑鼠鍵點開 你可以用這個滑鼠鍵 去控制一些你想要點的東西 OK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 好 再來下一個是音樂 跟Video一樣 它是一個快捷的操作 可以把你平常聽音樂的APP 加到這個地方來 可以快速的打開 好 最後一個呢 這個就是釋放記憶體的一個快捷按鍵 好 那這台機器的RAM其實只有2G而已 我覺得拿來看影片是非常OK的 足夠的 但是如果你要拿來玩遊戲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選購4G以上的記憶體 可能會比較順暢一點 這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最後下面這一排呢 一樣也是捷徑的概念 點開呢你可以把一些 你想要常看的 比如說YouTube還是什麼之類的APP 可以直接把它打到前面第一頁上去 直接選擇以後呢 退出它就會來到首頁這邊 它的操作 基本上整台機上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呢 透過合法的應用呢 我們去安裝一個關於第四台的部分 那我們就接著操作吧 GO 好 那我接下來會測試電視 會用到JOY TV這個APP 那廠商會提供我一個 三天的試用帳號 會一直持續提供給我 那我就想說乾脆放在網路上 直接給大家測試好了 如果你有接觸到 你可以直接去試用 沒有關係 因為好東西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我會把它放在cdyleo.com 左斜FRE TV這個頁面上 你可以常常來看 那為什麼要推薦它呢 不是因為它給我帳號 我就推薦它 而是因為它是一個真正 跨平台的一個電視的APP 它是可以在iOS設備上面使用 不管是iPhone、iPad、理電 或者四代以上的App TV 甚至到安卓的手機、平板、機上盒 安卓TV 通通可以安裝 你家電視有安卓的功能 也可以安裝進去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在於機上盒 安裝進去之後呢 它的帳號密碼是可以帶著走的 你可以在手機上切換使用 那今天如果這個機上盒壞掉了 你也可以把這個帳號密碼 帶到下一台機上盒 跟品牌機上盒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掛了就是得換一台新的 但是在這個應用上面是不會的 可以切換你的設備 這是我覺得它比較實用的地方 OK 那接下來我就直接把它打開了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吧 好這就是跨平台的登錄介面 不管你在iOS、安卓、機上盒 安裝後的版本介面 都會是這個樣子 那目前我提供的車子帳號是 LEO920 那就是帳號密碼都輸入一模一樣的 按下登錄就可以了 OK 好這要外面總共有四大功能 就是電視、電影、電視劇 還有回看的功能 那另外還有支援多畫面 最多四個頻道同時播放 然後節目表是可以下載的 然後你可以一個帳號 兩個設備使用 通時執行有沒有 或者是你跟朋友一起買 一個帳號兩個人一起用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電視的部分 點進來的話它會有各國的頻道表 然後每一個國家的節目的頻道 它的數量都會顯示在最後面 像台灣的話是152 那我們先看一下台灣的部分 好點進來它的介面是這樣子 左邊是所有的頻道表 右上角是現在目前頻道的預覽畫面 下面是節目表 那可能節目表要停一下 等它顯示出來 像這樣民視它就會出現了 我們點下去 右邊就會切換到民視 好現在切換了 下面就會有它的內容 那你可以做各種頻道的切換 上面可以看到預覽的畫面 待你確認這個頻道 跟這個內容是你想看的時候 你再把它移過去 再把它放大 就可以直接做電視的瀏覽了 基本上它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有預覽跟頻道的選擇性 那這邊的話順便試一下 讓它繼續播放 同時呢會打開手機的部分 手機同步執行是不會有問題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同時去執行手機上的電視 有沒有可以播放 一樣點開 這樣就可以直接做瀏覽 那順便試一下多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多畫面有2到4個頻道 我先試兩個就好 然後你可以選擇其他的國家的頻道 我選香港 左邊是台灣 右邊是香港 你可以做各種切換 那你會注意喔 現在有聲音是因為我的框框在右邊 那移到左邊 聲音就是左邊 移到右邊 聲音就是右邊 所以說很適合你 左邊只是要看股票 或看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左邊是沒有聲音的 有沒有 你可以自由去做切換 基本上它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在手機上面執行 也可以在計算盒上面執行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節目表下載呢 就在首頁的地方 這個首頁這邊有一個EPG 點開呢 它會問你要下載哪裡 你可以按所有 我點下去了 讓它做一個下載 那待會呢 一段時間之後 它下載好以後 你再點進去電視頻道看 就可以知道它在播什麼節目 大家知道的操作是這樣 OK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APP 好接下來看到電影的部分 那電影點開呢 這邊一樣它有分各種的一種類型 劇情恐怖犯罪奇幻冒險災難 這邊 全部都列出來 總共有4000多 它這邊會顯示出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點開 那它的排序呢 是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每一個劇照跟它的名稱都有 你可以一直往下拉 那目前是讓大家看一下 現在就是機上耳跑起來的速度 其實也是OK啦 這個700塊的機上耳其實也是算還蠻順暢的 OK 那你就隨便點一步 我現在隨便點一步 點進去呢 可以看到它的相關資訊 然後你覺得OK的情況下 你就按播放 它就可以直接進到一個播放的選單 然後我同時手機也在做瀏覽 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同一個授權 兩個帳號登入 其實是不會互相干擾的 然後這個介面都是可以在快轉的 可以看到它是正常可以播放的 然後下面可以做這個比例的切換 4比3 16比9或者是全螢幕的部分 它都可以做調整 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個電影的介面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那手機的部分一樣 一樣推速給大家看 有沒有一樣是 在手機上面瀏覽一樣 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再來看到呢 它也可以播放電視劇 像這是台灣最近非常有名的 我也蠻推薦的 就是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那你可以點開這邊 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極速 它會列出來給你 你可以單獨去做一個播放選擇 然後你上次播放到哪裡呢 點下去呢 它也會告訴你 你要不要恢復 其實功能來說是非常貼心的 那它不是只有局限在台劇的部分 推出去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還有其他的國家的劇 那每一個選項的後面都會有它的數量 那最上面直接幫你統整 總共有6088個 而且它的排序其實就跟 你剛才看到電影的部分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子全部這樣子排列下來 所以選擇性來講我覺得也是蠻強的啦 那當然右上角有搜尋 你也可以單獨用搜尋的功能去找你想要播放的劇 這電視劇基本上來說 它的操作跟電影是差不多的 OK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部分 好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設置的部分 點進來這邊有非常多的功能 但是你只需要知道幾個重點就好了 首先第一個自動化的部分呢 這兩個把它打勾 這個就是自動更新電視的頻道 還有這個電影的資源 那第二個是EPG 是節目表的部分 如果你希望有節目表就把它打勾 不需要它自動更新的話 你就把它去勾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再來是下廠控制 這裡需要輸入密碼要輸入兩次 那為什麼需要設定密碼呢 因為裡面有一些成人類的東西 比如說彩虹頻道 或是成人電影 這些是限制級的東西呢 是可以用密碼去保護的 但是你設定這個密碼 只會針對成人類的部分去做限制 一般的電視電影電視劇 是不會被密碼局限的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成人類不想被人家看到 不想被人家點到的話 就記得設一道密碼上去 OK 再來就是播放器的部分 因為預設都是硬體解碼器 如果你需要開到SLES或GL的話 再去做手動的修改 不然原則上這邊是可以不用去做調整的 好 然後多畫面 剛才我測試給大家看 就是可以同時播放很多頻道的畫面 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這邊就不多做說明了 好 最後我測一下速度給大家看 好 那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從剛剛不管是電視電影跟電視劇 所有的測試呢 我都是吃手機的網路 那我使用的是中華4G的網路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用手機熱點播放的狀況 也是可以非常順暢 然後呢 我現在下載只有三級妹 一般家裡的Wi-Fi也不會這麼低啦 所以說 家裡如果使用Wi-Fi的情況下 要播放的話 一定是順暢一定會比我現在更高 而且我用的是4G 不是5G喔 所以說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蠻多人會問說 用手機熱點可不可以播放 某某機上盒 某某機上盒會不會順 基本上是可以的啦 沒有問題的 好 那整個整體的測試 大家大致上就告一段落啦 OK 好 最後為大家分享一下價格吧 機上盒的部分就是台幣700 那應用的部分有分 授權跟天數的不同 價格不一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廠商的官網 可以去了解一下這個價格的定位 看你覺得值不值得 那不討論價格 就便利性來講 我覺得它是非常強的 因為在安卓跟iOS都可以用 而且不限制設備 你要在手機平板 筆電 機上盒都可以安裝 而且帳號是可以帶著走 可以做各種切換 也可以跟朋友一起使用 我覺得便利性來講是很強的 那廠商有提供給我 試用帳號的權限 我可以提供給大家測試 這個是沒問題 但是我本身是沒有做任何販售的行為 所以我還是建議就是有 就是關於付費後的其他的問題 直接找廠商 那就免費試用帳號的部分 可以直接到網址上面去做參考 那希望今天影片有幫助到各位 好 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有什麼問題歡迎大家留言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見 掰掰